如那个我说一句这话不知道该问 但是我当红娘就我得问了 就是你是比如说就是不能接受两个人说在一个床上 因为影响睡眠还是说不能过夫妻生活呀 没有那个没有那意思了 落了壳了或者在七月七月了 或者是啥了那个旅游旅游了 其他没有我没有那个在性的方面我没有 要说这红娘可真就是长江里的石头 见过大风大浪的在敏感的问题也能开门见山 天上好云已散 夕阳正把黄昏练 退了休上了岸 人生旅途又一战 今天来相亲的李大人 今年76岁退休金每月5000元有房 猪哥你戴这个是假发吗 对啊 从啥时候开始戴假发的呀 50多岁吧 那是为啥呀是因为头发少呢 头少啊 啊 他的们 我当校长当老师就有点配的 我的头卷头啊 确实是年轻不少 头可断 发型不能乱 鞋可留 皮鞋不能不擦油 为人时表几时在 为了看起来依旧精神兜总 大爷已经戴了16年的假发 别看大爷在外十分注意形象 但是家里陈设却十分老旧 就连搬新家结婚时的老家俊 也要跟着一起瞧间 衣服都是穿儿子 到现在已经有20年没买过新衣服 除了生活里 工作上大爷的朴素作风也展现了淋漓尽致 我在一中当老师了 当后勤主任公会主席都干过 他应该教证 你看平时要什么黑板插了 要脱布了 不到时间我都不愿意给他 我的业务他们不让浪费 生活中 大爷就像一直只进不出的皮胸 但在后代的教育上 却相当慷慨 我孙女的整个花销全是我付 你现在工资开多少啊 五千 那你每个月得拿出去 多少给这个孙女生活费啊 我就是一学期 给我孙女学大费两万 一学期给两万 那一年就是四万块钱啊 对啊 那你这个一个月开五千块钱 你十二个月你才六万呢 你一年给你孙女拿四万 六万话说 我这有点存款嘛 其实这数那就不一定太小了 我但是多少我就不愿意告诉你 啊哈哈挺严谨啊 就我的利息钱给我的 那都够多花了 你就是你这个利息钱 一个月能不能改善你开的工资啊 差不多了 昨天再好也走不回去 明天再难也要抬脚继续 李大人的老伴在今年二月份 因为干一话去世 一个人的生活实属孤单难耐 时间宝贵 大爷决定一边怀念过去 一边展望回来 在找对象方面挺注意演员的 只要演员能过去 现在看人 看眼儿能够能够视眼 剩下我啥都不用了 话说就是有病我都不怕 有病看病呗 你说你像糖尿病谁没有啊 他们 我血压稍微高点 谁没有啊 只要演员试眼的 别的我不计较的 对于未来的老伴呢 大爷的要求很明确 只要长得好看 有钱没钱 有病没病那都不是事 当然还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这就有点账二的和尚 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我跟我老伴有二十多年了 不得一个屋 这是我的屋 那大屋谁来你乐咋得 你乐天什么家具 乐怎么收怎么收 我就不管了 那你要是再找老伴的话 你俩是分开两个屋睡羊 到老了一定时间 还是自己睡觉舒服 你觉得 要不你翻身呢 或者上厕所呢 明白吗 啊 如果那个我说一句 这话不知道该不该问 但是我当姑娘 对我得问了啊 就是你你是比如说 就是不能接受两个人说 在一个床上 因为影响睡眠 还是说不能过夫妻生活呀 没有那个没有那意思了 乐乐科了 或者在一块七月七月了 或者是啥呢 那个旅游旅游了 其他我没有那个 在性的上面我没有 原来是徐北红的 马中看不中用啊 了解完大爷找老伴的诉求后 红娘找到了今年68岁 退休金每月4000元 与儿子同住的田大妈 你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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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带水果干什么 哎呀 到家里都有 好 坐吧 你还带啊 不用不用 他们都没换鞋 都没换鞋 都没换鞋 你说这个换鞋不换鞋 那走了我再推一次吧 第一印象咋样 还行 还行 有没有演员呀 还行吧 啊 你都六多了 你要学印象十八 那么年轻 那说得过去就行了 啊啊 白已经够了 你长得挺白的啊 一对熟第一印象咋样 还行 挺满意的 两人见面后 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水不是不知深浅 人不交不知好歹 赶紧坐下来唠唠吧 你有啥希望 有啥要求 有啥问题 你接着问我 啊 我我 没啥就是想 我我肯定 啊 愿有个游 愿打个小麻将 别的有要求 大麻将就叫打呗 那你对不对 他也不能天天打 是不是 还能成熟打吗 哈哈哈哈 你打得不得十二点 不还得回来吗 是不是 只要能回家就行了 哎呀叔 说话什么的啊 挺大量的 小赌博吧 不算大赌博 你才不反对 一见钟情爱上你 二话不说了解你 四下无人亲戚你 今天一定追上你 不管是大妈喜欢 打麻将还是旅游 大爷都来者不拒 大妈更是杨宗宝招亲 又喜又惊 这老头也太合我意了 旅游就去呗 他四千多 我五千 将近一万的 你就去呗 对不对 另外我还有几十 拿多万八千 那上哪上哪 叔你平时那么节俭的话 你还舍得旅游花 那就拿 你不跟他有个老伴吗 老伴不重要吗 哎呀就可自己节俭 对钱重要还老伴重要 大爷节俭了一辈子 对着第二春够大方啊 可大爷说了 咱不光大舵 还非常的通行达礼 你离年人时间长了能行吗 哪个没关系 你跟家好了 就自己一家 因为我 你离场这么近 我说回来就回来吧 那你不要回来 天老婆 这点你放心 我还随喜你自由 但我替你考虑 但你说 所以今天我想日了 你就可以回来 你说我住三天可以 住半个月也可以 哎呦 哎呦 因为你儿子儿子那孩子 既然要是成了家 自己身上 自己身上掉的话 又啊 对 你说你到老到老 能不敢 所以你要 互相理解 挺有素质的 真是老太太吃豆腐 一物降一物啊 大爷对未来两个人的生活方 方便便 都为大妈考虑得十分周到 心里那真是哑巴 觉得黄金 心里说不出的欢欢 对大爷哪哪都满意的大妈 提出去大爷家里看看 于是第二天便买了菜 想给大爷做顿顺口的 看个吧 我这回到你家 那不行了 那是 那挺荒大 这是我的小卧室 我爷就在这 这是我的 这是我老伴活的时候 我老伴这物 这个光线还行啊 然后叔也说了 这些家具啊 是啥啊 你又不喜欢的 你愿意咋折腾咋折腾 是不是说啊 对 那不让咱就买呗 是欧式的 是法式的 咱就买 行行 只要有这话就行 你舍得花钱就行 你钱不就得花吗 他该花花 要不让人到的过日 别了把取的 从来都不是眼 房屋 不怕小 新款就行 他见的时候拿着钱 休一休 那我就心里就输了 要说大爷真不会是做教育的 那嘴就像跟八哥见的似的 能说会到的 把大妈哄的 那叫一个心花怒放 大妈别着急 大爷对未来的另一半 多少还是有点要求的 叔叔啊 你看这是我住的小屋 这是我老伴住的大屋 你发现没发现啥问题 那我没发现 没发现啥问题 叔爸就是说 这个岁数大了 两个人在这个一个窝 在一个窗上睡觉 可能就觉得两个人 就是毛病有很多 都不习惯了 对 都是这样 我现在十多年了 都是自己 你也是啊 来个人以后吧 去床上就觉得 哎呀翻个身啊 也都觉得还是 对 对吧 你算得无所谓的是 上厕所是吧 你一上厕所 那你就睡不好了 对对对 一翻床一翻身床一翻身床 对对对对 所以你平时买款 长不清 马上还是好好休息 对 没事 马上就休息 那你俩这点还达成一致了 要不然我还担心说 因为这一点呢 那也没啥 哎呀我可 我可喜欢了 是啊 我特喜欢 一人睡一个床 互相打扰 我还打呼了 我怕人家嫌弃 这个阿姨也表示感谢你们了 没让你们牵一下 后娘牵一下 我们上哪能认识她的 是不是 是啊 祝你幸福阿姨 好 阿姨谢谢你们啊 这全力以赴做吧 全力以赴咋的 对得也好点吧 哎呀 挺好啊 叔跟爷 完了以后哈 你俩好好过 是不是啊 这两人真是 罗过睡到对窝里 再合适不过了 一个宽容大度 一个温柔贤惠 恭喜大大妈牵手成功 早日开启说我走就走的旅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爹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七哥 咱们评论区见